他今天有嗎?他有先發嗎? 啊!啊!這沒到有先發啊!第四發啊! 我剛剛看到對面的了 我果然沒有買錯了 欸!好眼神喔!您是大潔的董哥嗎? 好巧喔!怎麼會知道你? 我從台灣來,你也從台灣來的 哈囉!歡迎收看CEO考察日記 我現在人呢,在尤克哈馬橫濱 他們的球場 我們隊的王一正啊,然後陳冠宇曾經待過橫濱 但其他的選手就沒有太多影響 唯一知道的是沐秀武 但聽說經驗橫濱的先發投手是非常厲害 就是從大聯盟下來的 好像叫做鮑爾 但傳說他是一個YouTuber 他只是平常玩玩棒球這樣 他聽說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先發投手 OK!那我們到球場了,我們就先繼續看看吧! 哇!這是他們的餐車 現在在球場的外圍 然後有非常多的攤販 但球場裡面應該還會有 然後呢,進到球場 以往的慣例就是要先來買他們的球衣 以橫濱的球衣 然後非常可愛的是他有跟那個寶可夢聯名 所以他有非常多皮卡丘系列的商品 進去看一下,好期待喔! 木秀武好了 買一條木秀武的 因為我橫濱認識的選手不多 欸!好眼熟喔! 你是大集合的董哥嗎? 好巧喔!怎麼會遇到你 我從台灣來,你也從台灣來嗎? 對對對 OK! 我已經完全整裝完畢了 已經換下了橫濱的球衣 還有他們的吉祥物 然後我是用電子票 所以我等一下給他 應該是給他看QR Code就可以了 提醒一下大家就是 球場進場的時候 他們都會檢查袋子裡面 不可以有喝的東西 記得如果有飲料要先喝完 今天對到的是阪神湖 那我自己有去過阪神湖的球場看球 他們的球迷也是蠻激進的 也蠻激動的 現在已經二局,進入三局了 完全全身裝備準備 這邊好像是被贏的 沐秀不是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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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巾 他今天第幾棒? 他今天有嗎?他有先發嗎? 啊!啊!啊!這邊有先發啊!第四棒啊! 我剛剛看到對面的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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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啊!啊!啊! 三分! 我果然沒有買錯人 完聖! 完聖! 那現在是市值得下 然後他們的女孩會出來 跟球迷一起跑大對接力 喔!喔!喔! 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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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到他來綜藝大集合啊 他居然給我 跟球迷跑 跟男生跑來跑贏 好好玩喔 我覺得我們應該也要有這個大對接力的遊戲 對 但是跑過人就可以少跳一組 啊!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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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倫! 因為你的法國麵包是同時要應援用的嗎 可以應援 可以使用 還可以黃身 他很硬欸 他很醜黃瓜 我覺得他們球場有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他們出去場外蓋一個手章 但我現在手是 看起來是沒有張的狀態 但其實他們的張是透明的 我覺得很酷 然後現在大概是六局 六局上 然後我出來看一下他們周圍的 美食街啊 還是一些環境 我買他們的商 不管是商店 然後跟位置 都感覺比較密集一點 但其實這樣也有好處 就是你就不用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我走到這個 十四通路這邊外圍呢 就有一個他們的商品庫 果然就是每一個球場 都會有一個超大的商品庫 它是一個有很多夾娃娃機的地方 等一下湯姆熊的感覺 夾娃機 小毛 咪咪就沒有按下去的東西 這裡是 上面那個就是 就是他們的那個 VIP洗包廂 都在這上面 這裡是 也超級好的 啊 好多喔 幾多人 大滿場地 真的感覺 平常我們整個買 應該有四萬多人 然後 開始回去 找我的位置在哪 這一區算是混合區耶 就是這邊 就是這邊 這邊有橫冰的球迷 然後也有 韓鄉圖的球迷 超酷的 超酷的 來日本看球的勝率超高 每一場 看每一場都贏 買的球衣也都有先發 我 超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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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 先發同手 BOWER 他也今天拿到了MVP 那 他們的MVP 每次都會有二到三 我發現橫冰這邊的球迷 他們的選手都很幽默 然後 面對反面的時候 講話也都很好笑 雖然我這一幕懂 但是 我會被他們的幽默感染到 就是其他人笑 我就覺得是假笑而已 他們走過來了 我要取貓巾 這裡這裡 19號 好可愛喔 他們都有 就是球迷 抽到的可以在這邊 跟 就是MVP 可以跟球員執掌 天啊 我已經完全變成 球迷了耶 我就很希望 球員可以走到這邊來 然後 可以接到他們的球 當球迷是這麼幸福快樂的一件事情 我以後也會 多多看看大家 然後跟大家多多互動 因為我覺得那種小確幸 是 非常開心的 哇 哇 日本球場 全勝 沒有一堂輸 你看看前面那個是跨年晚會嗎 我終於走到了一個人潮散掉的地方 我們大概走出來大概走了大概將近快十分鐘 人潮才比較散一點 我是第一次來到橫濱 其實我非常喜歡橫濱的街道 就是很大很寬 然後其實給人家的感覺一個非常舒服 很像放大阪的信義區 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來到橫濱 我就很喜歡這個城市 我以後應該還會再來一次 那今天呢 看球的心得 我覺得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就是橫濱的球員 他們非常的就是幽默 像軟銀的啊 或是像那個 廣島 他們在MVP訪問的時候 都顯得就是比較嚴肅一點 我就想說 日本的MVP訪問是不是都偏嚴肅這樣 但是沒有 我今天看完橫濱的球員訪問之後 我覺得很像綜藝節目 所以他們的訪問過程中 球迷都是笑哈哈的 我就很喜歡這樣子的氛圍 那整體在橫濱球場的 看球感受其實還蠻舒服的 但是因為今天是打下午兩點的 所以氣溫還蠻高的 然後橫濱的球迷也多到 讓我有點嚇到 因為他們的座位比較密集 等於他位置也比較多 他可以全場都完全的坐滿 我覺得超級厲害 當然前面中間穿插一些板神湖的 呃 丑迷們 就很像 呃中華職棒的圓 呃 圈圓租場裡面 還是會穿插幾個相片 我覺得 蠻有異曲同風之妙子 就很有趣的一點 就是可以在日子裡面 也可以抓到一點點 就是在中華職棒的一些 看到的一些畫面 我覺得很好玩 好的 今天的CEO考察日記 就到這邊結束 那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記得去抽獎 我幫你們買了 Yukohama的這個棒球帽 如果你們想要的話 到時候幫你們簽名 記得去抽獎 去抽這個棒球帽 還有我身上的球衣 好 大家掰掰囉 掰掰 板身虎松明 三間第一日板身虎松明 謝謝 要自己也加了 謝謝 板身虎松明 板身壁如 板身壁如 要超越我們前自己也加了 還有 板身一て有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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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超超厉害